所有的押香宝都拿出来了 我真的看来蛮期待的 我觉得这应该会对老师 有很不错的一个 应该怎么讲 就是说可以做一些激荡 所以我猜 可能这个过程可以 就是那个讨论的部分 反而很好 对不对 就是说跟老师之间 就是有些老师 他上来他会讲他们的问题 然后你可以提出 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这样子 所以其实国中小 应该不是把那个技术当作重点 而是把运算思维的核心 把它给交出来 那包括那个素养导向 跟创造力开发 还有自主学习的部分 怎么去做处理 现在蛮多老师 他会想要自己 做一些扩充空能的开发 那刚好因为有科技服务的计划 然后我想是说 就请郭权老师这边的话 就可以深入浅出的 慢慢带老师自己 做一个扩充功能的部分 好 Squatch GUI怎么下载 怎么编译 然后怎么打包成自己的 那后续如果你的 诚实功率高的话 可能就可以调得更完美一点 研习的对象比较偏老师 那老师您在这边会跟他互动一些 他的一些比较detail的知识 然后老师自己再可以做一些导入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因为既然是ESP3 我想开放资料跟物联网 其实都 这两个主题应该都是可以放得进来 就是孕平老师的课程 大概都会去思考 他跟整个教学现场的一个结合度 就是说譬如说 我们做了这个专案之后 那他可能谈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知识内容 那他怎么跟课程当中做结合 和一个比较使用好玩的一个刺激的一个主题 炸弹拆炸弹的这种概念而已 好那我再讲一下另外一个就是 李奥纳多是这样 类似光明电阻光感测器 去侦测这个龙有没有通过这样子 那李奥纳多其实也可以打字 那其实是可以把 就是说可以把 这个李奥纳多当做就是一个按键 然后跟电脑做一个结合 假设在上实验课的时候 那平板手机的话 我们假设有开Google表单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一直填资料嘛 填到云端上面去 那最后再做 做完实验再做资料的整理 那这边 那这个是我的课程 你就可以讲说 这个资料我们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或是传到哪里 就是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概念 这样就可以了 我的对象就是学生 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专案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针对物联网的部分 那因为我针对的是学生 我希望他们真的在家里的时候 是可以实作的 所以我想使用OSEP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